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识圣所为涅盘民圣义 彼有彼惜空 说明圣义空 未出执法者 执涅盘时有 故知圣义者 宣说圣义空 那十六空当中 那今天这个阶段就是圣义空 有识圣所为 所谓的圣所为是什么呢 佛经当中提到的圣就是圣义帝的意思 圣义帝当中也是最初的 就是一个究竟涅盘的意思 这个当中的圣义是究竟涅盘的意思 这个是涅盘不是一般的涅盘 一般的涅盘的话 圣外图居都有了 圣外图居阿罗汉已经得到了涅盘 但是这当中所讲的 这个叫做究竟涅盘 涅盘名是什么 圣义 那这个也是我们清楚的看到 跟中关之序派一下的看法完全 却截然不同的 原因是什么 中关之序派一下的下部派 比如说为师也好 进步也好 游步也好 他们所承许的涅盘都是一个世俗的 不是圣义的 那中关之序派才承许究竟涅盘是一个圣义的 是一定是空性吗 我们所有的佛教徒不一定是受忠义者了 但是我们佛教徒大概都是跟随之前的受忠义者而去修习 学习 大概他们的主张都是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由不进步 再来为师 再来就是中关之序派 国英称派 管行的道次的方面来讲到几乎都大成 里面的就是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差别在于空这阶上 他们所认识的 他们所了解的这个空性 无我的部分有所不同 那刚才我们这个阶段讲的 你看很明显的 究竟涅槃是灭地嘛 究竟的灭地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一个灭地 所以它叫做一个究竟涅槃 加了一个究竟 究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意思 没有比这个更高盛的 那所以究竟涅槃 中关英称派的角度来说 它是不属于是世俗的 它是一个属于是圣义的 涅槃明圣义 究竟涅槃它称之为圣义 加地也可以圣义地 圣义地的意思是什么空性 比喻比细空 究竟涅槃它自己本身也是自细空的 比喻比细空的意思是什么呢 究竟的涅槃圣义地的话 它本身也是自细生义空 没有自细成立的究竟涅槃 所以这样的话 究竟涅槃也是 这些成立的究竟涅槃是空的 所以比喻比细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说明圣义空 这样的原因就是在佛 大波日记当中说圣义空 谁说的 世线义空的意思是这样的 究竟涅槃根本不是一个自细成立的 究竟涅槃也是它是无自信的 所以圆究竟涅槃 只为自细有自信的话 它是一个颠倒士 所以为了消除这种的颠倒士 而宣义生义空 那这个执法者是谁 众生嘛 绝对不是佛 又不是菩萨圣者吧 对不对 绝不是身为独觉的阿罗汉 那是谁 这都是一般 罗汉当中的众生 它一直不断地讲 十六空当中的生义空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众生相续具有的 这种的执法颠倒 这个执法颠倒是 原究竟涅槃 直为自细有之心 指示的方式是什么呢 下面讲的 执涅槃实有 这个实有是自细成立 第四成立的意思 其实这个是我们 那不小心的话肯定会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中安秩序派 为世中 他们虽然追求救济涅槃 他们所追求的救济涅槃 他们就是实有来看待的 他们以为是救济涅槃 也是自细有的 救济涅槃是第四成立的 那这种的第四成立的救济涅槃 我希望能够得到 这样的话 问题在哪里 你所追求的对境 就是实际上不存在的 那所以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一直不断地追求 这种的梦想成真吗 不可能的吧 故知生意者 那所以因此之后 知要知道 生意者 就是宣说生意空 这个生意者就是一个救济涅槃 那这一节道 跟大家讲一下 中观秩序派和英臣派之间的灭地的差别是什么 中观秩序派以下的他们的看法就是这个 彻底断除任何的所断的那一刻 灭地就可以得到的 他们就是说 所有的灭地都是归类为 就是世俗地 世俗地的话 它绝对不是一个生意地 那世俗地的话 他们的想法就是 农历始修始建 逐渐地断除所断的时候 断除任何一个所断的时候 就能得到了一个灭地 这是属于世俗 绝对不是 是生意地 这是他们的看法 那再来打到生尾多久 阿罗汉的时候 在那些得到了一个 彻底断除烦恼的灭地 这个可以叫做涅槃 原因是什么呢 激进执行烦恼 所得到的一个灭地 所以它叫做一个涅槃 虽然是涅槃 但不是究竟涅槃 那究竟涅槃是什么呢 彻底断除一切所断的灭地 叫做究竟涅槃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一个灭地 这样的就是加了一个究竟 那么这样的话 中观音诚派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为什么灭地就归类为生意地呢 中观音诚派的想法就是这个 比如说龙海当中就受苦难者 或者临受痛苦者 每个众生自己有 无时以来到现在为止 出来没有中断过的一个 我是存在吗 我就是下一辈子 下下辈子 他就是将来走到佛地之间 都出来不会中断的 这种的依靠孕而安立为我 这个我是非常的坚定 这个是我是 是无欲吗 不是 是你的心事吗 不是 你的感受吗 不是 不需要这样 那你看谈这样的说 那我们不是身体无欲 又不是无欲 又不是无欲聚合的 又不是心事 感受的话 那就我是怎么样 我看不到啊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透于逻辑的概念来去推理思维才知道的 证券上角度来看的话 我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出来没有中断过了 我是依然变化之中 这个变化是一个无常的变化 但是它变化 永远不会断绝的 一直用的 这样的就是依靠孕而安立为我 是一个永远就是存在的一个 比如说实际上存在的一个我 它自信空是它的空性 我自己本身是自信空 是我空 我的空性 这种我的空性 我们轮回当中来讲的话 只是轮回者的空性而已 众生的心 无自信是轮回当中 众生的心的空性 那我们开始就接触佛法 学习 实习 第一方面来讲 你自己本身也好 你自己的内心也好 都是一个无自信的 无自信的条件下 你努力去学习的话 你就会进步的 你付出多少就有多少的结果 这种想法 有自信的话 这种结果都没有了 卡住了 如果这些成立的话 绝对没有希望的 这个是一个道理上 它推理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我是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不是自动的 都是被动的 我变化的这个原因是不需要 另一个因素 这样的话 你就是一个自信有的 你的变化 你的成长 都是依靠其他的因素而去推动 变化 你看你的生老病死 生是一个依靠其他的因缘而生的 老也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而老的 死也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而死去的 与生俱来的本性上来讲 绝对不会 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其他的因素 从自己本身上来有变化 有增长 增洁的话 那就不对 这个都是一个自信有的 那所以呢 无自信的条件下 还好 才有谈解脱 究竟也吧 原因是什么 无自信的条件下 我就是一个依靠其他的因缘而存在 我依靠其他的法而成立存在 这样的观念拥有的时候 那就好了 比如说你现在轮回当中的自己心 被短暂的饶吸来就优厚 怂恿 这个是不是永和的 原因是什么 我本身心就是光明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现在轮回当中 受到临时的污染受干扰的 我自己本身是无始以来到现在 出来没有中断过了 将来也佛地之间 绝对不会中错的 甚至佛地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现在我自己本身 我无自信 就是一个空性 这个空性轮回当中的 相续具有自己的人 是轮回者 他轮回者 他本身还没有消除任何烦恼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讲这个空性 一定是一个什么什么面地 那你看我们这个修行者 修习得越来越好 他心里就是污垢啊 挂碍过坏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的空性 它不是一个变化性的 我无自信本身是一个法性 它不是一个变化性 但是你具有自己的 我是有变化的 我变化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我本身无自信 空就是 跟着就是 对佛地去 修行者程度越来越好的时候 那他自己本身无自信 就是跟着吧 对不对 随之吧 不是说我修行越来越好 我空性是不会修 它留在哪里 不可能的 你自己本身是无自信 到哪里都无自信吧 修行者自己越来越进步 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我确定来讲 入道 我是入道 再来就是 这两道加息道 转移到建道的时候 开始就犯了 偏激的烦恼 但是说偏激烦恼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无自信的空 叫做一个面地 不是说一切没有的 你断除这个 差有的一个 新得来的一个世俗 不是这个 它本身拥有的东西 断除烦恼的层次 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每个阶段就是 称之为就是一个面地 这个概念逻辑 这是非常合理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另外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奢侯的一个比喻 你从小依靠你 无欲而立为 你是谁 林先生也好 或者是陈先生也好 林小姐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你依靠自己的 无欲而安立为我 从小到现在为止 它的蓄力 依然存在的 我是没有中断的 但是昨天的你 就是已经消灭了 但是依靠 无欲而安立为我的部分的话 依然存在 比如说你两岁的时候 你还不是幼稚园的学生 那你到了果中的时候 你变成果中学生 你看这个都是一个 不同的阶段的一个名称 现在你果中的学生 再来就是高中的学生 大学的学生 每一个阶段的学习的程度 或者你得到知识的一个层面 不同的阶段 就是取了一个名字 除了这个之外 你自己 我的本身就是蓄力是一样的 对啊 不是说你就是高中的时候 完全换了一个 不是这样 它一个永远没有中断过的 一个蓄力的不同的阶段 取了一个不同的名字 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拥有的 我无自信 这个空 空性 我的空性 我之空 这个空性 轮回当下 我们不可以说面地 原因是什么 相续具有的自己的主人 没有断出任何烦恼 所以它就不叫 就是一个空性 那你看 我进步了 开始断出烦恼战的时候 见到的时候 就可以叫面地 远离一切的烦恼 三界的烦恼的时候 它是一个远离轮回者 它远离轮回者 叫做一个阿罗汉 阿罗汉的时候 它从以前到现在 拥有的这个 我自信空的这个空性 就是叫做涅槃 那再来入大乘道 不断地去修 大乘的剑道 或者修道 终于它成佛的时候 这个我自信空的空 就是叫做救济涅槃的 所以你看 英臣派所讲的圣一地 救济涅槃 发生就是一个圣一地的原因 就是这个 这很有趣的吧 对吧 它本来就是拥有的东西 断出所断的每一个阶段 取了一个不同的名字 只是讲灭地 再来讲解脱涅槃 再来救济涅槃 所以中文印针派所承许的救济涅槃 是一个圣一地的原因 就是这个 有事甚所为涅槃民胜义 彼有彼惜空 说明胜义空 未出执法者 执涅槃时有 故知胜义者 宣说胜义空 那今天这个阶段就是胜义空 那再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解释 胜义之一字 由于所为说明义者 虽然是这个义的自由 代表两个 第一个是由义者 如于始终有义 其实我们有义无义 比如说这个有意义的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这个有义的意思 那第二个是说 由于所知说明义者 如于无义 其实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义字的取下语 就是有五种的义 第二个是所知五种的义 第一个是说有义的 只是单独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当中讲的 圣义的义是什么呢 它再接着讲 始终是说涅槃法身 这个当中所讲的 由义是什么呢 法身 涅槃法身 得到佛果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四身过 那《相关庄严论》 那我们彻底断除一切的障碍 同时得到了四身过 那四身过当中 今天这个阶段讲的 旧经涅槃 或者是旧经面地 生意地 这个部分是什么呢 清净自信法身 那这个也跟我们前面讲的 程序 生意地也有关的 原因是什么 清净自信法身 你看这个自信是什么 自信是自信成立 清净自信法身 中华自信法身 英诚派都承认的 但是你旧经涅槃 这个清净自信法身 他们承认了四处地 时候清净自信法身 很难解释的 如果中华英诚派的时候 很容易解释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你看 清不清净是 静上面清净 跟我们自己思想上 清净有两个角度 来去解释的 这事实也是这样的 清不清净是怎么去解释 清净是 心上的清净 跟对境上的清净 有两个 静上清净是 用在各种的不同的地方 清净不同的解释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 烦恼清不清净 不清净 我们是追求快乐者 幸福者 如果你是真正的一个 追求痛苦者的话 烦恼是清净的 你看角度不一样的 这是迷野案例 是很有趣的 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平常思想上有 受恶我指的影响 独立实质的 这一种的想法太强的原因 这样的逻辑来推理 才能够发掘到 我原来是这样 我们永远都是思想当中 坏的就是永远顾底的坏 好坏都是我们相对不同 而成他为一种好坏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地势的看法 自信有的看法 你真正的一个智慧 有非常通俗的了解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思想角度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清净自信法身是什么呢 究竟念叛本身是一个 比如说佛无自信空 佛自己无自信空是佛的空性 佛空性就是一个清净自信法身 那为什么清净自信呢 我确定来讲 现在我们心是不清净的 把日和法都是看成为实有 地势成立 自信成立 这样的支持为自信成立 地势成立的时候 这种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一个污染的 染污的心 不是一个清净的心吗 那这样的一个不清净的心 它哪里不清净呢 你支持为自信成立的时候 它的显现或者直至近上不清净的 原因是什么 本来就是不是自信有的 你支持为自信有地势有的时候 其实自信有地势成立不存在的 但是你认知上存在的 你显现出来 你捏造出来 自信有的时候 所以还是我们说 你的认知上自信成立是存在的 相对你的认知上自信成立存在 并不代表是自信成立是存在 做佛也提到过了 承许有我的人 对他而言是有我是存在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做梦者来讲的话 梦里大象是大象的 那做梦者 对他而言是梦里大象 大象的话 并不代表是梦里的大象是大象 同样的逻辑 我们认为是自信有地势有的时候 对我们而言是自信有是存在的 实际上不存在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清净自信有的 你一开始了解 透彻的了解 一切法无自信 但是你透彻的了解 你的认知上没有自信有的 但是你的还是显现上有自信有的 显现跟认知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魔术师编写了很多的戏 魔术师的戏法的时候 他会不会写写 跟我们一样的 他会不会写写 肯定会啊 他也会跟我们一样的写写出来 但是你心里认知上 如说写写的那样 他是真的他也承认吗 所以你看 认知上存在跟写写上存在是不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终生的当下 透彻的了解空性 无自信的时候 你的认知上清净了 但是你的分别的显现上还是自信成立的 还是没有清净的 还是有自信有的显现存在 所以自信有的看法存在 所以心还是不能清净的 那我们逐渐的去窜息 通道我的智 菩提心 大悲心 还有就是波罗波罗蜜多 一直不断的窜息窜息 走有一天 你自己的内心跟彻底远离心里拥有的这种一切的障碍 那一刻叫做一个成佛的 你成佛的那一刻 你看 你的认知上也好 显现上也好 绝对没有自信有的显现跟自信有的看法 所以你自己认知上也好 实际上也好 远离一切的过坏 所以没有自信有的显现 没有自信有的看法 没有自信有的认知 这样的情况下 你自己清净自信的 自信清净的 一切法的话 从无谁来到现在为止 出来没有拥有过自信有的成分 实际上来讲一切法都是不来清净的 但是这个三面中间就是我们认知上不清净 你捏造出来自信成立 地是成立的时候 你的认知跟显现上不清净的原因 所以我们自信清净的 那你打到佛过那一刻 那这一种的究竟涅槃是清净自信 或者自信清净的原因 就是这个 远离一切的自信有的显现 跟远离一切的自信有的认知 这样的话 否则自己本身远离这样的的时候 那大概是你自己无自信的空眼 也是与此同时远离一切的过悔 所以它就是叫做自信清净法身 始终说法涅槃法身 涅槃是究竟涅槃意思 这个究竟涅槃另外一个说法是法身 这个法身 自信清净法身 那自信清净法身的道理 我刚才如此说的 有这样的方式来去思维的话 那你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不然的话我们只要再讲清净法身 报身 讲了一大堆 其实真的不太了解法身是什么 那再来涅槃是赐圣所为故 这个法身面地究竟涅槃就是一个圣意 圣所为 称它为就是圣意地 或者是究竟涅槃 即此法身 由自信空 明圣意空 究竟涅槃本身是一个自信空 叫做一个圣意空 究竟涅槃本身是一个空隙 圣意地 那究竟涅槃 它自己无自信之空 也可以说是清晰发身 那这个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宣说呢 是为遣除 执实法者 为了遣除 为了消除 原究竟涅槃 只取为自信有自信 为了消除它而说的 谁说的 释迦牟尼佛说的 妄之涅槃 法身为实有之妄之 其实这个妄之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那样 它是它涅造出来 涅造是不好的 它是虚伪的 它实际上不是那样 它是内心去假涅造出来 法我之也好 人我之也好 都是一个涅造者 它涅造什么 本来就是一切法 不是有自信的 有地实的 但是由于恶我之来 把一切法都是指齿为自信有地实有的时候 那这个是恶我之年造出来 所以加了一个望 没有问题 故了知圣意之佛陀 因此之故 我们应当了知圣意之佛陀 这个是一个自信法身 所以他也是佛陀 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 佛的话 就像是我们所唐卡里面看到的 佛不是这个 佛刚才讲的就是无数的 佛的每一根毛也是佛 佛的顶颈 头发也是佛 佛的指甲也是佛 佛的皮肤也是佛 那佛具的所以一切的都是佛 那佛就分类为四种 什么呢 四身 什么 法身跟色身 法身有智慧法身跟清几法身 那色身有报身跟化身 化身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 那报身都是密缘净土的佛 都是叫做报身 就像天人形象的 这个就是圆满报身 化身都说 它是人像 天下跟人像的差别 那佛的话 佛的定义是什么 彻底断除 一切所断的究竟者 这个佛的定义了 那这个彻底断除 一切所断的究竟者的话 就是四身 不论是怎么样 比如说佛的顶颈 头发 也是佛 原因是什么 它也是彻底断除 彻底原理一切的所断 它是究竟者 那这个圣毅空是讲完了 圣毅空是我们最够九地的话 圣毅空是什么呢 究竟涅槃 自习空 就是叫做一个圣毅空 为什么呢 究竟涅槃 本身也是生意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